美国空军20号证实一架U2高空侦察机 当天上午训练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坠毁 接上两名飞行员一死一伤 据报道 当时这架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起飞进行例行训练 起飞后不久便遭遇事故 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出舱 三个多小时后 空军基地证实其中一名飞行员死亡 另一人伤势不明 U2飞机飞行高度可达2.1万米 是美国空军飞行高度最高的飞机 也是最老的一款机型 随着无人机在高空侦察中的运用 美国空军计划在2029年左右退以该机型